下面要给大家来说的就是这样一个混淆矩阵的一个东西 咱们先来说一下这个混淆矩阵它是用来做什么的吧 这个混淆矩阵它首先是由这样 它是由像是一个坐标系组成的 有一个X轴还有这样一个Y轴 在X轴里边它有这样0和1 然后Y轴它也是有0和1 X轴我们看它表达的含义就是这样一个预测的值 我们看X轴是一个破代的值 它是一个预测值 这个Y轴它是一个真实的值 就是一个true label 我们就可以去通过对比一下预测值和它的一个处值之间的一个差异 然后来去看一下当前或者说计算出来 咱们当前模型的一些衡量的一些指标值 我们先来看咱们之前是不是有一个公式 为大家找一下就是咱们说record的时候 这不是有一个recourse等于什么 等于true positive 比上什么 比上一个true positive 再加上一个false negative 好咱们先来在这个缝鸟矩阵里边找一下 谁是一个true positive true positive就是说咱们把正例预测成了正例 咱们目标是找出来1 所以说1是一个正例 那么哪些是正例预测成了正例呢 正例预测成正例显然说你预测的一个label必然是1的 然后呢它的一个true label也必然是1的吧 也就是说对应于咱们x轴它是等于1的 对应于y轴它也是等于1的 也就是这个137这个值 它就是一个tp true positive 那么有还有一个false negative吧 false negative是什么 false negative不就是这个10吗 看一下这个公式再往上翻回去 有这样一个tp再加上一个fn false negative很简单吧 就是这样一个10 那么recal值等于什么 就等于这样一个137 再除上一个137加上10吧 就可以得出来最终的一个recal值了 最终recal值大概等于90%多吧 我们就可以通过这样一个叫做混淆矩阵 混淆矩阵里边是有一个预测值和一个真实值的 我们可以通过这样的指标去衡量一下 咱们当前的一个recal是等于多少的 那咱之前是不是还说过一个东西 叫做一个精度 我们也可以去衡量它的一个精度是等于多少的 精度怎么算 精度是不是说真实是0 然后预测也是0 这129 然后真实是1 预测也是1 这个137 我们用这个129再加上这样一个137 再除上一个这四个格一个总数值就等于这样一个精度值吧 也就是说呢 在这个混淆矩阵当中啊 其实咱们是可以算出来一些指标的 比如说咱们今天想用的这个recal值 或者说是更常用的这个精度值啊 咱们是都可以通过这个表格 这个混淆矩阵给它算出来的 这是一个混淆矩阵 但是呢 这个混淆矩阵是在什么样条件下去算的 它是在啊 就是说对应于咱们的一个下采样数据集 我们看咱们现在的一个样本数量是比较小的吧 只在咱们有大概是200多个样本吧 只在200多个样本进行了一个小规模的测试 还没有在一个大规模上进行一个测试吧 所以说啊 咱们现在得出来的是一个 咱们在下采样数据集上进行的一个测试的操作 但是呢 刚才给大家说了一点 就是说 其实啊 一个啊 最终的衡量标准是要在原始的一个测试集上吧 所以说呢 咱们现在不能光在这样一个下采样数据集上进行一个测试 我们还要在原始的一个数据集上 比如说 咱们再往下看 原始的数据集上大概是有8万多条数据吧 我们还要在原始的数据集上再进行一个测试的操作 那么这个啊 它就是在原始的一个数据集上进行的这样一个测试的操作 我们分别来看一下吧 在这里其实呢 我们可以先算它的一个recall值 就是135除上一个12 再加上一个135 用这样一个TP比上一个TP 再加上这个FN吧 就可以得到它的一个recall值 recall值啊 大概是等于91%的 还是很高的 但是啊 大家现在要来想一想 这样一个问题了 咱们现在虽然说recall值很高 它有没有什么一个问题呢 咱们来看 首先啊 就是这个对角线上的 这个76715和这135 它俩都是没问题的吧 它俩都是一个预测对了的 然后这块12啊 12看起来也不多 但是呢 右上角有一个8581 这个8581是什么意思啊 8581表达的含义啊 就稍微的 稍微的给大家解释一下吧 这个8581表达的意思啊 就是说 咱们它本身 它是一个正常的 本身它是一个0吧 我们看y轴它是一个0 然后呢 这个x轴啊 是咱们预测的 预测成什么呢 预测成1了吧 预测成1的意思呢 就是说 我现在要能够使 现在有这么8581个样本 本来它是没有任何异常发生的 然后呢 我给它误抓出来了 我给它误抓出来 意思就是说 相当于我有一个误杀的操作吧 我为了检测到这135个异常的样本 我把额外的8000多个样本都给它抓出来了 它给咱们工作量又增大了吧 咱们现在的一个工作 是不是说 我想找出来这些带有欺诈行为的样本 找出来这135个 但是呢 我的一个附带效果 是不是说 找出来8000多个是无辜的 然后给误杀了 那么咱们想 在一个实际的情况下 我是不是说 我找出来了这些样本之后 我要进行一个实际的分析 然后好确保一下 它确实异常的 然后赶紧去通知这个客户啊 但是啊 咱们来想一下 现在误杀出来了8000多个 这个时候我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我不能每一个样本 都进行一个筛筛筛选 然后再为了一个保险措施 都通知客户 然后来个虚惊一场吧 所以说呢 对于这个下采样 对于这个下采样 咱们建立的模型啊 潜在的问题啊 就是存在着这样一个问题 recall值 虽然能够达到咱们一个 还符合标准的一个趋势 但是呢 误杀有点太多太多了 误杀啊是咱们的一个啊 误杀已经是超过了咱们的一个容忍范围 那么一会儿呢 咱们就要来想一想 我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呢 下采样好像来说 伴随着这样一个问题 那么过采样 会不会使得咱们的一个效果 会更好一些呢 咱们一会儿啊 再一步一步去看 那么现在啊 咱们要给大家再去看这样一个事 就是说 咱们现在啊 咱们刚才是不是说 用下采样数据集进行一个建模的操作 然后得出来了一些record的结果值啊 那现在假设说我什么都不做呢 比如说就是这样一个数据集 就是这样一些样本 我对这个0和对这个1 我什么都不做 我直接拿出来进行一个模型的建立 它的效果到底会有多差呢 或者说效果到底是怎么样呢 咱们再来看一下啊 我不用过采样 也不用下采样 直接把这个数据集拿来 咱们来看一下它的结果 我们来找那个混淆矩阵 这块不是混淆矩阵 这块是一个预测结果 就是说下面给大家看的 就是说 对于这个模型 如果说我什么都不做 我直接拿原始的一个数据集拿来了 再进行这样交叉验证 在不同的参数下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呢 在这个C啊 等于0.01的时候一个均值等于多少 等于0.55吧 这个值还是偏低一些的 然后呢 再等于0.1的时候 0.59偏低 然后呢 后面0.61偏低 偏低啊 都是偏低的 也就是说啊 对于这样一个样本不均衡的数据来说啊 如果说你拿到手的时候什么都不做 就让这个0这么多 就让这个1这么少 那么最终的一个模型效果怎么样 肯定它的效果是不如咱们刚才做下采样数据集那个效果的吧 从咱们当前的一个recall时也可以看出来 之前的recall大概是90%多 现在呢 只有60% 所以说现在的效果是不好的啊 咱们需要要对这种 样本不平衡的数据先进行这样一个处理的操作